好的 欢迎回来 这是一群联盟的马下背珠海战的比赛 马上进入是败者组第一场BO3的第二局对局 那么在上一场之中的话是天鹿 一个全面碾压的态势 赢下了BGB Gaming 那么在第二场来说的话 AJ为了裸奔 换上了自己的中野 当然这个应该是教练换的 他为了裸奔 叫上自己胜利 教练为了想看AJ裸奔 但是咱们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雅姐那和棉花的话 一个是很久没有伤5场 然后还有一个是刚打 新来的 就是说句实话 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因为更多的来说的话 打比赛是一种感觉 你要和队伍去磨合 如果很多时候 你没有打训练赛 直接上场的话 会出现一些磨合不当的问题 那么这边来说的话 是换上了Moroy技巧球场 重新来扔一个首发的中野 那希望BGB Gaming 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因为确实 当然也不只是裸奔的是吗 这个大家还是希望 他们看得能够走到后面 其实我觉得今天包括观众们 热情也是很高涨 刚才我们那个就是场间修行的音乐 就是特别动感 你发现了吧 然后刚才看见有一个 穿着Bilibili的一个 那个一个队服的一个男粉丝 在那种嘎嘎摇 你摇没摇啊 我没摇 你得摇 这音乐好才摇呢 知道吗 气氛 我摇不起来 我没说我摇不起来 那就希望到时候 其实大家也可以 我想看AJ摇 后三天来现场 看着这些队伍一块摇 最有意思了 那也是提醒一下 后三天来看比赛的观众 记得做好防暑措施 因为这几天 珠海区是挺热的 没错 但是这样的热情 丝毫阻止不了 这一场比赛 两边的一个表现的好 我觉得也非常想看到 两边的队伍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能不能表现出来 自己的杀意已决 好吧 因为没有退路了 对 那比赛比赛跟你来说的话 如果按他们春季赛的 那种表现 他们其实是 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第一年 换上摸了一级小球长之后 他们在季后赛 就最后季后赛之前的 那一半段 打得都非常好 但是就后面季后赛 可能就是发挥 有一定的时尚 你那性感的眼睛 美丽又闪烁 看看 这疯狂眨眼 暗示队友 这把我要C 另一边的话 同时中单 也是由Moro 替换掉了雅莲娜 小冬美嘛 小冬美的话 确实自己的状态 在春季赛的后半段 是一直的被大家认可的 这也是 确实在轻训力量方面 现在所有的聚乐部 都是慢慢的做起来了 没错 包括刚刚结束的 新一届的轻训营当中 也是有非常多的 优秀的选手 进入到了LDL 甚至是LPL 比如说下一场 没错 SS的那个中单 就是他们新一届的那个中单 就是轻训的好像是第17号 第7号还是第10号 第17吧 这个其实并不臭 反正就是来自于轻训营 而且他因为先进 他进Snake然后取了一个IT嘛 是鸡鱼 然后这应该就是 最后一个三星中单了 SS鱼鱼 因为之前勾勾也会有这个 是的 三星的雨果 那这边的话换人结束之后 另一边天鹿一般是不换的 这套阵容在甲级 在LT要征战了很久 那么这边BP也是要开始 我们觉得还是要再聊一下上一场比赛吧 对于天鹿来讲 既然BP是一个成熟的这种老牌的队伍 就要跟他在前期分出个你死我活 一定就是你像上一把就是 我一再就是疯狂的就是要杀人 就是要找机会 就是要去打团 那这边的话已经进入BB画面 蓝色方BPG 红色方天鹿 在第一手的半人上面 前三手BPG是搬掉了赵姓 EZ以及左翼 而另一边天鹿是搬掉了卡莎和挖掘机 现在南枪还在 那南枪天鹿的话是应该要搬掉的 因为如果不搬掉的话 那么这边BPG是一定要去一抢的了 如果天鹿搬其他的 他搬南枪了 好吧 打扰了 因为如果他不搬南枪的话 这边BPG拿一个南枪 你这边的话 没有什么太好的打野选择了 现在比较好抢的 其实是洛和卡尔玛这样的应用 那可能我觉得卡尔玛的话 对于BPG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而洛来说的话 一般就是下路组合 这得看下路双人组的意思 我根本不给 我根本不给对方秀的机会 因为我要比你更秀 对 直接锁下了刀妹 是的 那么这边天鹿来说的话 露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感觉八锦时当中 露露的优先级别 现在已经很高了 因为在辅助当中的话 他确实是在帮助 现在的这些AD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你要选近的话 那就打扰了 近确实也是说 唯一不太好 你哪怕配男枪 男枪打野了 配一个露露 都可以 这都好 那你真的是不好配进 因为假如你有百分百暴击 你自己可以跑步 是的 那么这边的话 女警加露露 线上的话 确实有压制力 并且能够顺利地动过 中期最难的那个时间段 其实女警在这个版本的压制力 并不强 而且在排位胜率 以及大家的选择之中 她都排不到一个太好的表现 但是有一点是 如果你配露露 你前期线上打优势 会有个很好的推打节奏 是的 那么这边的话 后两手选的话 蝎子 如果是选择蝎子的话 也还不错 但是龙龟 我递个龟龟 我递清龟龟 但是还是要选择这边的蝎子 蝎子的话会更稳一些 并且更适合她的打野风格 莫甘娜 这也是配蝎子比较好的一个英雄 带顿进场 是吧 直接能把人勾出来了 那BidiBidi Gaming这边 既然下路没选 我觉得按照现在的 留在外面的英雄来说 有可能是近 然后还有可能是小炮之类的 我以为这边的胡老板 是要选择奥拉夫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上一把 表现非常好的剧魔 但是这一把来说的话 就没有那么好 这一把主要是有莫甘娜了 对 那么在班的话 AD位置上是一定要去限制的 近一定要被搬掉 那么后续再搬掉的话 我觉得要不要搬掉小炮 或者是搬掉 小炮如果放 那么女警线上可以打得很强势 如果把维鲁斯搬掉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维鲁斯和小炮搬一个吧 对 就是这两个看看怎么去选择 要打什么样的体系了 如果是想去打一个推塔的话 搬小炮 想去打线上压制搬 维鲁斯 这里是搬掉了塔姆 依然是觉得 露露会是中单 但现在来看的话 露露打中单确实比较少 当然说了RW对不对 而且这样的一个中单 而且这个刀妹的话 也是存在 虽然说基本上是在中路的可能性高 但是还是存在一定摇摆的可能 这边搬掉了链金 是有可能要选择上单的奥恩的 是的 其实现在选奥恩 我觉得就无论你搬什么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现在外面还有 有卡密尔 有肾 有俄罗伊 好打奥恩的英雄很多 都很多 是的 那么这边哔哩哔哩 最后一搬的话 是要搬辅助 还是要搬中单 如果中单的话 要不要搬掉 这边Angelo的瑞兹 或者是炎雀 所以搬了布隆 搬了布隆 还是要搬的辅助 那么还是默认为 陆陆为中单 为中单的 坎田路的选择 第四手 疯女 我觉得如果真的拿疯女的话 两个人疯狂保着这边的女警 但其实这样来说 前期作战能力有点差 奥恩 奥恩选择 看哔哩哔哩这里的选择吧 知道 那么哔哩哔哩这边的 AD的一个选择的话 如果要是配合莫甘娜 卢西安 现在强攻的卢西安 加上暴击流的话 在线上还有不错的效果 但是大嘴的话 还是更加稳健一些 霞这个英雄 但霞的话 手有些太短了 这个下路组合好像比上一把更烈 手太短了 其实配莫甘娜来说的话还好 但是主要一点在于 这个英雄能够发挥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感觉这把如果要选择船长的话 比里比里这边就是要输死一搏的节奏了 选择下来 那么上路的话 直接选择路 路配女警 中单的露露 还是要纳美 我觉得这些都是摇摆吧 还是要这样摇摆一下吗 还在摇 还在思考 我现在都不敢随便说了 我也不知道他都摇择上了 其实我觉得卡尔玛是可以选的 因为你选卡尔玛的话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 来挡住对面 就这个船长大招 船长大招是很难起到作用的 而且你有卡尔玛的情况下 在配合露露 对面蝎子经常拉人 是很有可能要被变扬 然后自己加速手 中单的露露 在面对这样刀妹的一个情况下 会让你刀妹在放出了自己 耳技能再加上 这边的进场的效果下的情况下 一个变扬 是会给予你非常大的一个损伤的 露露这种英雄 在现场压制能力还挺强的 对 我推线也有 消耗也有 然后并且变扬这样的控制技能 做的也不错 而且一般来说的话 有些中单英雄不太好 打造像亚索 以及就刀妹这种比较灵活的 但这种就不一样 露露他是这种技能非常好打到人的 感觉这一把的话 刀妹 前期能不能起飞 很重要 双方教练再次牵手 刚才牵得很敷衍 刚才上一场的话 双方起到了一点小小的怨气 感觉 刚才那个牵手是说 咱们都轻点打 和平一点 这一把就是说 行了 咱都别忍着了 都好好干吧 对 上一把确实 VB Gaming在前期打得不够好 让天鹿找到了很好的机会 没错 而这一场 双方阵容再次选定 看能不能打出上一把一样的气势 还是VB Gaming能够一雪前耻 其实我你知道我最早去 就是原来我还不是解说 我是观众的时候 我最早看的德杯 就是在北京站的时候 那时候的德杯 15年 我就跟你说 那时候第一次去现场看比赛 效果真的不一样 感觉特别的热情 然后会有像平常来说的话 你自己看的比赛 然后你自己欢呼 对对对 还有可能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别人觉得是个傻子 然后你要到现场 你要不欢呼 别人觉得你是个傻子 这个的话也是现场有很多好的氛围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线下多看比赛 是的 我也觉得后三天的比赛一定会更好看 今天的比赛就这么优秀了 后面的比赛一定更精彩的 那么这一场 如果天路宁下 就能够提升到后面的比赛 而VB Gaming 当然也是想要赢下这场比赛 挺进到后面 特别是希望AJ能够挺进到正大广场的 你干嘛 今天就跟AG这正大广场调上进了吗 到时候不会 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吧 双方阵容选定就绪进入比赛 欢呼声非常的高涨 蓝色方BBB Gaming 红色方天路 这边的话双方一次排开 这里露露是带了小斌驱制器和秒表 感觉露露其实如果咱们以纸上谈兵来说 她在面对刀妹的时候 最好的一点就是刀妹正要进场的一瞬间 一定能够直接的去收拾掉的 这边来说的话是踩一下祭坛 这里看起来有点想要入侵 这里也给了一个W技能 这个位置卡尔玛其实有点危险的 现在这样的话看起来两边来说的话 前期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交代了 好 这里再打一套 哇 这里确实也说到了 因为本来霞的手就没有那么长 然后对面是两个长手 推线还比自己厉害 那么这样的话下路来说的话 可以看到霞现在尽可能的在前两级之前 要把兵线的主动全去推起来 但是女警的话也是真的是手长 对 这样一来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霞是气定神闲 不能给他提供那个8秒钟 7秒钟之内无限使用蓝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 他前期羽毛还削弱 推线是非常难受的 包括他的被动的一个削弱 也是伤害的算是砍了不小的一刀 在推线权上来讲 确实是跟原来比相差了不少 前期只有20%太过分了 是的 这边刀妹的话 其实在面对这样手长一点的露露来说的话 确实也是要需要抗一些压 你可以看到消耗做得非常的不错 在对阵这种带征服者的英雄的时候 要做的一点就在于 一定要把他逼出这种战斗区 如果他战斗区里面一直平A 那么他竞争的那一刻就直接打征服者了 这边露露的话 也是还是在不断的推线 尽可能的在前期就要给这边刀妹更多的压力 露露做的好的一点就在于 他把对面逼出了这种战斗区 对面上来打自己的那几下 他是先跟对面平A 是的 征服者出来的那一瞬间自己再往后撤 这边Q技能再消耗到 那么金角的血量的话已经压到很低了 哎呀这个车 看破不说破 解说还能做知道吧 有点难受 因为下路这个确实太难了 莫甘娜这个推线 虽然说确实是能推过 但是霞不好补刀 推线说不定能推 但刀确实不好补 现在你看补刀上的话 下路直接就在三分钟就差了十刀 那么这边要开始战斗了 旁边这里有人反蹲 但是这边蝎子不缠 锯魔在后 一个柱子抬起来 后续伤害能不能跟上 开启了自己的W技能 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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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育一下吧 中路也是处于一个继续发育的状态 但是虽然蓝量不多 但是血量这里路还是很多的 是的 你没蓝我没血 两边的话 现在中路来讲 还是正常的一个发育的情况 双方肯定要抢这个线权的 因为双方都是 带的点燃 没有TP的情况下 双方谁能够先推线 谁先回家就能战举先机 这一把的话 AG也是选择了这边的不灭之窝 要去在线上的话 更可能的去打出消耗和优势 因为其实选择不灭之窝的话 是让船长的战斗力是更提前一些的 下路这里真的难受啊 是真的难受这里 好在救到 但是露露赶过来 这一波的话金脚好像有心难走了 这个位置直接让女警收下了一血 这个架子还是 这个网子还是很飘逸啊 对 如果这个塔的话 再多打别人一下再打他 那自己可能就直接扛死了 下路这一波的话 也是天路这边找到了机会 还好带着TP 如果这波带着聊金脚就真炸了 上路继续兑线 在兑线之中 因为在不灭之窝 船长是占了一点小优的 而这边由于没有回家 不知道MaxCore什么时候打算回 虽然能线上打造装备 但是状态是无法迷走的 感觉现在三路线来说的话 上下上中的两路还都比较的平稳 但是下路的劣势确实是有一些大 所以现在更多的是要看看 哔哩哔哩这边 能不能凭借着自己的 上中两路的 尽可能的拖住发育时间 帮助霞拿到一个两件半套 三件套的一个情况 再去打团了 小球长其实想好 他知道上路如果要杀的话 是有点难的 因为比较肉 而且两个来说的话 更多都是这种伤害 前期不是特别高 而在中单来说的话 他是想抓中单 但是每次有人反蹲 自己都不是特别好抓 他一直在中路游荡 因为胡教练这边 也是知道你的一个 打野的动向 就是要去找我中路的麻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一次的中路的干客来说的话 巨魔马上就及时赶到了 这边小球长入侵也虚 但是位置已经尽收眼底 被天路给完全发现 那么这边的话 也是减小了这边 小东北不小的压力 这个位置还要抓 能不能晕到 一直没有交比一双刀 但是晕住了 再交引燃 最后一发 直接收掉了这边 露露的人头 而且最后是交出闪现 拉开塔的仇恨 这一波打得非常不错 是的 而且Moro这一波 他是留了很久 如果我打也控不住对面 那我就一直不放 这个一技能第二段 而且这一次的话 确实是 刀妹也是很自信 你要交闪 我不闪 就看看谁是最勇敢 直接过去 凭借着自己Q技能的刷新 收掉了人头 回家之后是出了一个不假鞋 露露现在是被打掉了双招 刚才这波非常难受 没错 而且这一波上线 看能不能倒六 因为对面已经倒六 如果上线 自己没双招 对面有双招 还有大招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要被再杀一波的 两边的话 其实这两次人头的一个互换来说的话 包括经济上 也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 甚至是Bilibili这边更领先一些 虽然下路有一个不刀上的优势 这边前期是回归自家的 现在的话 霞的发育空间 已经比刚才要好很多了 压力小了很多 没错 因为对面现在 卡尔玛才没有闪现 他不想重蹈上一把的覆辙 所以现在就是 卡尔玛每次一推完 他就先往后撤 没错 那么这样的话 下路现在是一定要让 ZV这边加快自己推进的节奏 因为现在天路是等着 这边的女警快速地打开局面的 但是另一边来说的话 我们又知道 天路要保证中路 不要给对面找到机会 没错 所以 吴欣现在有点难受 他不知道究竟去哪一路 那么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下半区 对 就是下半区 我就守这了 下半区我给你也无所谓了 因为其实我在守着 下半区的情况下 你的蝎子为了守住你下路的一塔 是必要在下半区进行防守的 现在双方开始争夺 蓝buff 蓝buff天路是不想放的 是的 但是下半区合道的视野 是给小球掌控住 只要打下半区 AJ只要不支援一个大招就可以了 这样来说的话 前期的支援方面 天路这里是暂时占不到优势 金角现在的蓝量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现在很有可能是要 自己对方的中路 以及打野全都到达了一个7级 他也是非常害怕 自己可能会再次被跃打 所以也是很稳健的选择 回家补足的状态 虽然他再撑一下自己的传送就好 但这个时候没必要去倔 这边Q到 后续的话也是不太敢于再推进了 这边应该是帮帮卡下线 把线卡出来 很够意思 很惊艳 这边天路就没有 这一点其实没有做得特别好 但是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TP出来 你卡线我TP 这边RG能直接给上 但是好在有变异 这个位置的话 现在已经是赶到 这里打一套 AJ是用这个大招收了人头 同时Molo是收下了古月星的人头 这边也是进入人群左披右侃 身上被动绝不手软 确实是不断地刷新自己的被动的同时 一直靠Q技能进行非常充足的消耗 以及人头的收割 而且刚才这个大招 巨魔从那个位置进来 他是平A不了的 他是进入一个缴械状态 没错 这里打一套 Q技能也没有Q到 因为有这个盾的加持 所以有这个加速的情况下 这种技能非常难以命中 但是下路的补刀的话 这个20刀的差距 待会看看金角要怎么补回来 不过现在反观是 BGAMING在中路打开了局面 中路的局面现在是比较偏向于BG的 没错 再看一下这波大招跟上 虽然你被变扬 但是两个人被缴械的情况下 是很长时间没有太多出出的机会 而且这边的话也是先秒掉了露露 后续的话 这边的打野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了 这边已经被打了一套 血量有点残 然后撤一撤 又一个RQ 但是这个Q的话 后续伤害能不能跟上 如果刚才金角能够跟上的话 是有机会可以 如果刚才金角审限过去 QW再接这边 莫干娜的引然也许有机会 但也许在倒锅回来之前 对面就已经可以闪走 总的来说BGAMING是知道下路 前期有劣势 所以选择了稳健 能力也会被伤害 推线 这一波 要来控制掉水龙 水龙是让BG给空下来了 水龙的话 其实对于BGBG来讲 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现在他们还是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时间 水龙拿下 前期节奏 BG是一把伤法 好了很多 主要也是在打野方面 因为这一把 呼吸的节奏不好 而且中单也是受到一定的压制 其实这一把的话 它就是因为在于中路这个线的话 给予了这边鬼心太多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 我不太敢于去离开中路 你可以看到就算刚才来进行反蹲的话 其实也打不过了 这里又有点想杀 一个一技能 比双刀没有盯到 这里头上出现了一个劣势者的标志 还是 是这边小队长 劣势者圈退 后续还要不要再上 然后这边刀妹的话也是压了这边路路接近两级啊 因为每次击杀的时候都是伴随大量的兵线定查的 这样来说中单的经验 一时半会是无法弥补回来的 这边可能又想动手 果不其然 直接封锁你的走位 但是 应该这名中单选手 他对于 刀妹也是有一定理解 没错 每次都是先等对面第一段Q 然后再不停走位 对面第二段Q的时候再走一下 他的一技能的话 躲的确实是很精妙的 其实几次都没有定到他 就除了 那次大招丢中 然后再 再是中路蝎子先定 然后他再定 这就是 聚魔过来 看着那边是有眼泪 所以小球长也是往后撤 胡教练那边也是 诶 想要接盘 就到了七位 先把祭坛给踩掉 那么蝎子的作战力会大大降低 直接找到了蝎子 这边喜洋洋冲撞 直接撞飞了这边的船长 这个话还要继续打这个下骨前锋 仅仅是想打下骨前锋 但是自己下路双方子全都赶过来了 就是一个自打5 这一波倒霉打得非常完美啊 但是自己没办法 先进场是被控住了 但是后面来说的话 可能要进入一波收割之势 峡谷前锋这里是被拿掉 但是后面霞也是跟着过 霞也是赶来 但是这波四打三 应该后续的话 也是两边要互相之间握手言和了 拿了就走 知道 这边是打了一个一换二 同时峡谷前锋是给天鹿拿了下来 因为这时候自己也在上路 能够顺利的把上路这个塔完美的推下 中路塔的血量也不是特别多 那么还是应该是这边天鹿的一塔了 这里 还不一定啊 看一下塔的血量 那看来是哔哩哔的 蓝色方的第一个一塔 确实开始中路 因为每一次陆路阵亡 中路塔的血量都会被消耗一部分 而上路来说的话 船长是推奥恩线的 但是这一头的话 也是撞掉了二塔的半斜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天鹿只能说不亏吧 可以接受 没错 人头方面起码是钻的 来再看一下这一波回放 其实侧面的话 刀妹一直在找机会 并且这一波大招 其实放得非常的完美 但是只是因为这时候的霞 距离太过遥远了 没有太好的一个办法 AG这边的话也是不停地在收割 但是女警这边一枪爆头 收掉了鞋子的人头 而且现在AD的差距就有点大了 201的一个女警 还有130多刀 虽然说我们看到 这边是金角把自己发育 给补了回来一些 但是对面有人头 自己现在有点难办 号令之旗也是舔到了中路 其实这把号令之旗 能起的作用不是特别多 因为对面AD英雄挺多的 刀妹和这边的船长 都是有清理号令之旗的能力的 这个号令之旗给清掉 下路压线进来 一个RQ没有打到 这边一个意念波 也是没有打到人 那么这边的话 兄弟们全来了 水波先撤退 但是露露直接就被消耗掉了半血 但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要把防御塔带走 直接点下了这个下路的一塔 天路是已经想好了 这一波是直接人过来 把塔逼掉 然后自己再守 没错 上路这里其实就有点问题了 让AJ一直发育 AJ的经济 像要比对面好很多 AJ现在201 而且他要赢车币加成 单吃这个塔的话 也会领先对面大概一两千左右 前面也是左右横砍 直接惨掉了防御塔的血量 那么现在的话 它是一个2-0-1的 并且是还有不灭之物 先看一下这一波下路的组合 水波打一套 一个已经能运到两个过去 逼走了猫砖 但是这边胡老板 应该是走不了了 平A再次收到人头 3-1-2的刀妹 刀妹刚才是逼走了对面的露露 露露露导致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输出 刀妹现在太肥了呀 现在这个刀妹的话 确实是没有人能管 包括现在船长的话 自己偷偷地在上路 也是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育 那么现在Bilibili 在之后马上要开始 对大龙这边的视野 进行争夺的情况下 他们是非常愿意 和这边天路 去进行小规模的团战的 待会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小龙团战之中 Bilibili的作战能力实在太强了 虽然AD的发育受到很大的限制 但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对面这个女警 她一般是三件套才能发力 而霞是两件套就可以发力 霞这边的话 也是知道自己前提有些逆风 先出到了这边的一个火炮 更多的提升自己的一个功能作用 但天路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推塔节奏 拿下女警之后 势如破竹 势如破竹 已经破掉对面三座塔 双方其实塔是互换的 没错 都是外塔互换的 莫干纳是处理一个皇冠 希望能在中路 这边找点试清楚 还是打得很稳健 两边都是现在的话 对于天路来讲 是要在等这边 女警装备的一个成熟 自己有两个人 能够保护自己的C位 而对于这边Bilibili来讲 刀妹和船长的装备的彻底成型 才意味着他们的强势的崛起 船长现在实在太肥了 他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17分钟18分钟 两件套 两件套 而且这两件都挺贵的 他现在如果再出一个血手的话 这边的天路是很难去限制他了 但他这个装备其实就是带线的 因为他如果要来打团 应该是先出血手 是的 这种带线之中是能给更大的压力 但也是因为他确实前期就是太大了 无所谓先出什么了 上路反正有补刀压制 银蛇臂还有一个金钱领先 放个大招 等一下还能收个人头 知道 中路继续推陷 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女颈 为了防止对面蝎子的这个进场 是出了一个水晶时代的 但鹿鹿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鹿鹿伤害实在太低了 他没有什么AP 就是一个号令之旗 而且这个号令之旗的话 对这边哔哩哔哩的压力来讲 没有那么大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 鹿鹿现在的定位就有些尴尬了 一般我们这个时候会认为 他出香炉 哪怕香炉都会好一些 香炉 圣杯这些什么这些都好一点 但号令之旗 因为对面很多AD英雄 拆这种 骑字兵很快 太快了 在这边拆引位 虽然在劣势情况下 但是天路依然 把中路的视野牢牢控制 这边找到了肉特的位置 后续柱子跟上 闪现加Q直接拉开位置 但是不依不饶 继续平A 船长大招落下 这边女体有点亏啊 闪现的Q 闪现的A想要留人 但是船长这个位置 能不能有一些好的头 这边一拉 直接拉到一个路路路路 给了自己一个大招 但还是有点难活 这边是路路和打野的一个互换 这边正面被脚械的人有点多 闪现过去想要换对面的人 这边换掉了 这的话还有一个打野 也是被收掉 这波可能要被打一个小团面 又一个Q技能 再一发平A 拿到一个双杀 这个船长刀妹一起往前冲啊 效果确实太好了 这样一来 二塔再加一波团面 前面哔哩哔哩 就对面虽然防守 以及进攻都做得很好 但这一波算是完全把天路的 前期节目都给化解掉 是的 如果说上一把天路 顺利通过了考试 那么这一把 哔哩哔哩要给他加一个补考量 这一波可能 刚领毕业生 没想到就要赌大五 这边来看一下 这一波路路的话 确实 跑得非常的及时 AJ这个大招给了一个减速 而且确实是把他们几个人 全都限制在这个位置上了 这个位置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太危险了 虽然闪现拉回来一个露露 但是后续的话 杀露露的时间 确实花费了很长 因为露露的大招 确实被队伍拖延了非常多的技能和伤害 最终也是没有办法 就算收掉 但是双C的话 两个人确实伤害爆炸 水银秒解 但是奈何这边刀妹的伤害 确实不讲理啊 确实征服者的刀妹 还是太过强势了 一Q一个小朋友 龙龙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这种装备 第一剑出了耗灵之旗 导致现在一点伤害都没有 知道 现在刀妹就是说 听说你是残血 那你让我Q一下吧 丢下几乎就没了 丢下打征服者 然后随便A两下人就 就A一下可能就没了 确实征服者还是太疼了 5-1-5的刀妹 百分之百的参团率 所有人头都和他有关 没错 那边莫奖Q 没有Q到 略使者开启警告 拉到了Ziv 这位是一琴的拉开 到后面 大招放得非常漂亮 又搅卸了对面的ADC 这步再过来 又一发平A收掉对面 一打三 再发一发平A一个Q Q加闪现又回了一口 再回来一发平A 收到双杀 一打三下天山 这一波的话也确实是 展现出了自己的一个 顺风的carry能力 这样一来 在对面阵亡 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应该是要拿着一个大龙 21分钟的话 经济已是到达了 1万的一个差距了 前面BeeBeeGaming 在有优势的情况下 节奏打得非常紧扣 虽然天路推了很多的塔 但是每次在关键的角度上 都是让对面找到机会 是的 716的一个战绩 Moro现在的战绩实在太好 而且装备来说 这一波再回家 他应该还能 补下自己装备 再看一下这一波回放 这一波是被造勾到了 刀妹在侧面的位置 确实太好了 这一波的话也是 你可以看看 表现了三个人 而且开始 这一顿一顿的 Z我其实想平A 但是A不出来 就是 很难受 刀妹这个时候太无敌了 现在又补了一个爆风大剑 下一剑应该是要 直接把春哥给做出来 如果他要再做出复活甲的话 基本上天路这边是没有人能再去限制他了 而且之前技能交的七七八八 每次都无法起火这个人 这边 巨魔也是只能且战且退 但是这边开启了自己的正义荣耀 如果Q到或许就有些危险了 但是 露露交出大招 这里的话 后面输出还没有跟上 刀妹来了呀 刀妹赶了过来 一直平A 这里又是Q刀 又一个Q技能 已经主宰比赛 猫龙拿下了816的战绩 露露这边也说 我把爱都已经给你了 我现在剩下的就只能跑路了 这出个号令之旗 这个时候确实没办法 开始号令之旗的兵 没两下就没了 15比5的一个人头 现在开始下路被压了很多的金角 虽然补刀依然落后 但自己人头是补了回来 感觉现在的哔哩哔哩打出了气势了 这边的船长好像要一打三 这吃一个橘子 出一个血手 你走 你走 你再走 没想到真的走掉了 后续来人了呀 这边的刀妹已经无人能挡了 再次收掉这边的人头 后面还要杀 这边一直平A 后面想要换一个AJ 还要被换吗 这里没有撞到墙 AJ并没有被击飞 这一波的话 AJ又是小秀了一下 5-0-9的这边的船长 人家要杀啥都有啊 伤害也有 站得也住 这样对面阵队这么多 应该是推个中路 看一下能不能把下路也给推掉 因为上路兵线不好 所以是直接回程 肉的很稳 我将补下装备 那么中路的高地 如果被迫的情况下 现在对于天路来讲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机会 除非现在就等到这边的女警 装备再次成型 或许还有一战之旅 没想到毕业证刚拿完 来一个补考就读了大 希望下一把 当然这把还没输 很大概率输 但是希望天路能够把心态给稳住 现在要想翻盘的话 天路来说就是要依靠 自己的女警 唯一的翻盘这样 但女警现在装备并不好 两件套身上出的这个水移世代 是必须得输的 但是怎么都是感觉 除非说这边的刀妹进场 露露给到了变阳之后 迅速的集火的刀妹 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会推延你特别长的时间 而且船长也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现在这么看 侠是三件套 中单三件套 上单也是三件套 哔哔哔哔哔随便拿一个C出来 他的输出就是天路的两个C 没错 这鞋撞一下 AJ还是走掉了 惠罗奔的男人果然不一样 这波是躲掉了对面的状态 但是你带上路 我带下 这边又找到一个机会 这个位置想要留下对面的巨魔 打招应该是能定住 这边船长的一个超级的 死亡之女 是的 也再加上最后这边的 金角的一个平黑 收掉了人头 接这里吃一个橘子 还触发了血手 看一下能不能走 还能再走 这个位置又留到了对面的人 蝎子的话 也是从对方的高地塔 绕了一圈 直接过来 刀妹这边的话 也是直接拆你家了 这个位置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让我们恭喜了 哔哩哔哔哩了 在这场来说 是节奏打得非常的紧凑 虽然天路 中切打得非常好 一直推塔 但是没有办法 在关键角色上 是给了哔哩哔哔机会 最终是输掉这局比赛 双方战成1比1平 马上要来到 BO3的第三局比赛 这边也是8-0-11 AG笑嘻嘻啊 确实是 可以说这个船长的话 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玩的 对 在上路来说 是正常发育的情况下 大招支援到队友 收了人头 并且在每一波的大招使用 都非常到位 知道 看来这个人员的脚掌 也是帮助 哔哩哔哩哔哩 赢下了这场比赛 让我们再次恭喜BLG 不要吝啬你们的呐喊 恭喜他们赢下了这场比赛 也是把比分搬成了1比1平 同时也是希望天路 调整好心态 找回第一把的节奏 给我们线上 精彩的第三局比赛 感觉其实两边的话 相比于刚才第一把来说的话 天路就是在前期 有一些没有打开局面 其实像面对这样的 哔哩哔哩 也是一个运营 非常优秀的队伍 那么像天路 面对他们来讲的话 如果说运营上 或许有一些经验上的差距 那么在前期打开局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边看来上一把的输出 所有全场输出最高 苦风美男 Omedian J 18000的输出 18600的一个数据 而且两边的话 经纪你可以看到 确实是后期 哔哩哔哩哩 是没有犯任何的错误的 就一点小的这种波动都没有 没错 就是我就是要稳中求胜 一步一步地把胜利 握到了自己的手上 特别是在刀妹这个点上面 因为前期收的人头 实在太多 导致后面两三个人去管她 都没办法管 没有办法去限制她了 你可以看到刀妹 在中路的那一波团战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有露露 有卡尔玛保护的女警 三个人按理说 三个女人应该是一台戏了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刀妹直接进场 三个人的话 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了 确实这一场 而且金角 他在前期 有比较大的烈士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烈士 给搬了回来 当然这也是依靠于 队友的中期的节奏 把自己的搬了回来 那看一下 MVP是给到了 猫肉的刀妹 KDA非常的高 因为只死了一次 而且好像是916的战绩 没错 255刀参战率65% 因为有些 他在下路代线那一波上路 杀了很多人 是的 然后还有118%的 伤害转换率和36%的伤害战比 这场打得非常不错 感觉这一把的话 其实MVP 也可以说是就是AG的 也是这个小东北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 也没错 两个人打得都非常好 并且这个蝎子 你可以看到 他在中期每一次开团 以及在 地图上不断地去限制一下 这边的忽悦心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 给出一个特别好的MVP 因为给AJ来说 AJ是一个完美速度 因为他没死过 但给中单的话 他带起来全场节奏 给打野的话 他是有帮中单打开节奏 就是打 他像共同是一个辅助者 去帮助这边的高美 在中期去建立优势 其实我觉得两边 对我来说的话 打得也算是有来有回吧 第一场的话 天鹿也是凭借着自己 前期的暴力式的一个开局 就是要去抓你 没有召唤是技能的鹿 那么这一把来说的话 那么Bilibili也是 吃一欠掌一智 尽量的话 把比赛拖入到了自己 最稳定的一个时间 这段时间 刚好就是属于那种 女警没法发力 露露出号令之旗 没什么伤害 然后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 刚好是AJ 收了人头 有补导领先 有银蛇臂 打野来说的话 能够肆无忌惮带节奏 对面只有一个水晶时代 就这么一直打下来 Bilibili Gaming 获得比赛 胜利也是情理之中 双方就是这种 一波推过来 一波 一波推过去 第一把的话是天鹿 推Bilibili 然后第二把的话 是Bilibili推天鹿 第三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非常激烈的控制 我觉得第三把的话 两边可能要先去 抛开之前前两把的 这些东西 尽可能地去拿到 自己最喜欢 最擅长的 因为还是那句实话 败者组的比赛 你没有再失败的机会了 双方再一次 第一把的话 是把手 就把这个 带点窝在自己手里 而第二把是送了出去 也就是说 接下来这一个BOE 就仅仅是一个BOE 赢的留下 参加明天比赛 输的 那可能就要下一届的 隔壁再见了 对 这也是非常残酷的 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眼 这边的赛后集结 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再见